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人不少 非常热闹 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 非常的特别 是2017年1月1日 元旦假期当天 我们这几个人都不上班 不是 所有人都不上班 我上班 我们正在上班 本来我想说我们几个人都放弃了假期 在这录节目 结果发现除了我之外 你们都不需要假期 对 每天就待着 还真是 三个不上班的人 三个不上班的人 但其实我现在工作很忙 日台公园奔波劳碌 容易吗 天天找不着人 也不知道忙什么呢 奔波嘛 在外奔 然后正好特别巧 在一个年底 大师来北京 几个事赶一块了 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个事来北京 对 然后有一公事 又赶上前段时间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大party 青年小伙子付出演成会 也不得 当嘉宾了 2016年12月30号的 后来大师与组织的年轻朋友音乐会 对 然后我说 那大师你就多留几件 顺便把这个 那必须来捧场 对 你不来那行 是吧 其实也没花钱 对 主要我也没有听过那个小伙子的现场 对 说了这么多年 对 就狂上 就全是李叔一直在推 各种各种推 什么地牙丝绒 什么影响越来越对 然后大家就被憋得 好像觉得 我是真的想看看 什么时候能看得着 然后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 那个 重落 重新重新落 大师那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牛逼 眼睛别眨 眼睛别眨 我摸到我的乳房 真的是非常牛逼 对 我就说正好 是吧 咱们看完演唱会 然后开始再录个实习节目 要不然哪能让你走 来趟北京不容易 趁张票容易吗 那是 还在卖片 太脏了 我们是一个很高级的节目 对 大师一来 马上把我们这个格调又拉下去了 本来我们 我想把日常公园做成一个 从八岁到八十岁 全年龄段都能听的节目 我还是全都不能听的 有你就全都不能听 太脏了 太脏了 对 然后正好实话 今天晚上也没事 我说那太好了 咱们就一月一号 大年头一天 咱们四个一起聊聊吧 对 聊聊这一年 对 刚才他们 我是先来的 然后大家就是在微信群里边发消息 说我到哪 我到哪了 然后我说我在互动口 用片在方家互动录音 我说我买点啤酒上来吧 咱们边喝边聊 然后大家都就是一致就同意 说都可以 然后所有人都没到 其实 大家都同意 然后我买好啤酒 然后进到入口看舌板 一个人戴着口罩 在那徘徊 对 然后低头发微信 我就想的一件事 他发微信 我是不是马上能收着 果然收着了 哎呀我看 这太巧了 太懒了 太巧了 哎呀 这个 哎呀 就发了情理说 新年的奇迹 对 发了情理说 我在这等你 后来我们就一起上来 然后录录继续 大家都到了 李叔最晚到了 你们俩简直就应该是 见面之后 直接指对方 你的名 然后这些节目的 这个标题 我不发愁 因为早在半个月 陈就定下来了 早还没有这些节目的 创意的时候 我就说 这些节目叫什么名字了 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看看我们的桌子上 有什么 有这个 然后麦克风 麦克风 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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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名字叫做 那一日我们饮酒对谈 真好 简称日谈 挺好的 这个其实是挺早之前 有一天晚上我喝大了 跟几个朋友 然后喝大了之后 我就想骂人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小伙子 让我骂上去 然后就说不行了 咱们这不行了 咱们得嗨一点 小伙子说怎么嗨 我说咱们下回喝点 喝点聊 小伙子说这好 这也特别好 我特别支持这个 对因为我特 其实喜欢喝 我特别喜欢喝 就喜欢喝 结果就约了 约好这事之后 这个人就找不着了 就消失了礼拜 这就是喜欢喝嘛 就赚酒钱去了 对 就天天打电话 发微信 找不着人 后来给我急的 实在没办法 那天晚上我跟乐乐 就是录另外一期节目 乐乐帮我们当调音师 后来嘉宾走了 那时候已经12点了 我跟乐乐说 我把你聊一期吧 他是聊什么呀 聊一期 那一日我们饮酒对谈 你来伪装小伙子 幸亏不是饮酒做乐 做乐还行 做乐 太脏了 我代表乐乐惩罚你们 然后后来我们溜溜的 录的晚上两点 露了一期特别精彩的节目 被我称为 这个什么 饮酒 饮酒做 饮酒 不是 饮酒做乐 饮酒对谈 饮酒对谈 饮酒对谈节目的 第零化 迷之第零化 对 前传 前传 未来会不会播出 我还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听效果 对 但是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聊了好多特别的 就是 八卦 不能对外人道理 对 连我都不能听 连你都不能听 然后呢 今天这个节目 应该是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对 它这种形式 应该是固定调的这种形式 我们就是一种 喝着酒聊聊天的这种形式 我知道大家其实 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更多会想听到 我们一些很随性的 一些感悟 一些小心思 包括最近接触的一些事 这种分享 之前的节目 有朋友反应 太严肃了 太整顶了 太认真了 干活太多 太像节目了 太像节目了 那既然这样是吧 那既然喜欢这种 我们其实也愿意奉牌 因为这种东西更简单 对啊 再找两个 就是张嘴 就是全是那种 对 屎尿屁 是吧 对 一个屎尿屁 一个冷场 大师你看看 你应该跟我多学点屎尿屁 你看看 你看 说的好 好吧 好吧 马上转移了 是吧 有金波 能耀点脸 好吧 来 那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大师 前天晚上那演出你觉得怎么样 太牛逼了 这是录好的一条 刚好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真的是这演出 这演出六支乐队 所以总体太牛逼了 我先说一下那天的情况 那天首先 那天是五个月对 然后在那个 后海大海鱼之前有四个 然后第一段 然后第二个是青火 第三个是毒鬼 第四个是这个 哈斯卡 哈斯卡 对 然后那个在毒鬼眼门之后 有一个牵授 对 然后就是 那个我和和总 就屋里的四个人 对 我们在那边牵 然后呢 和总正好就站在 我们这四个人的最右边 对 和宇宙结婚的最左边 对对 两边牵 对对 我这感觉真的 那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当天 是台上最忙的人 我又要主持 然后演出 然后下面还要牵授 牵授 然后我还要 还有两拨 还有两拨合影 对 我终于感觉到 就是我对于宇宙 还是有点用处的 有种什么 急一万千 宠爱于一身的感觉 非常有 是吧 台上主持 说好 那那个 当时 那段水怎么说的 我说 那下一集 我再隆重介绍一下 他们被称为 乐队中的乐队 影响乐队的乐队 中国的地下司容 大家一起说 他们的名字 我叠口狂喊 千年小伙子 有满足感 对 然后喊完之后 我说好 我说大家 有情千小伙子 然后我们俩就往他下走 要李叔把我拉回来 说你说你干嘛要下去 我想说 对对对 我就是千年小伙子 之中的 你就是 然后牵手的时候 是非常热闹闹 因为那个 就是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 就是下这一队演完 我们都没签完 心理准备了 但是呢 实际情况是 你没有做好 另一种心理准备 对 实际情况是 在那个 下这一队演完的时候 宇宙监护 他没有签完 他目前先签完了 这个给了我 那天晚上最大的 一个打击 对李叔在这 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个首先 这个日山公园和宇宙结婚的 这个粉丝群体啊 大部分是重合的 不 大部分是重合 不重合 那就是 肯定是日山公园多大啊 对 多牛啊 是这个 那个日山公园一个子级嘛 对对 所以呢 大家都先去日山公园那签名 你知道吧 因为排队嘛 大家先去日山公园那签 签完之后 再转到结婚那签 所以你看着好像说 这边没完 是因为他刚在那边签完 才过来 真的呀 对 因为很多人拿着 你们仨签过名的东西 拿到这边来 让我签的 但是我看到现场不是这样的 我看到现场就是 我们仨签完了 没人要 就明显片 就明显片 我们仨全签完了 然后跟人举了半天 说这谁的谁的 没有人认识 然后一堆人看着我们发 那种就是 傻逼吧 然后里面 现在在我们家 我给待会就 哎呀 这解释半天 也不好使 非常非常惨白 对对对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种结婚 虽然它不是一个 那么所谓的大众化的 你说结婚 搂不搂 搂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你敢说一种结婚搂 我告诉你 结婚那帮粉丝 可别能说 说死你 你敢说他们 对对对 就天天在微博里 也追着骂 对 你再说一遍 太牛了 我觉得你们最 让我自己惊讶的 就是你那个 唱片是吧 是绝版唱片 你们准备了多少份 一共有40份 40份 我靠 这个刚进场就没了 就是演出还没开始 对 一场 一个乐队都没上了 瞬间就没了 全扫光 卖多少钱 两千块钱吧 依然卖50 好像是吧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 是是 这件事都是你们一队经纪人 帮你们安排的 李叔 都是我找人帮他们卖 然后我帮他们张了所有事 然后李叔 小伙根本找不着人 李叔张了完所有事以后 然后到了后台 然后过来跟我说 那个CD有我的吗 没有 没有 然后说 问青年说 说能不能那个 就是在里边给我 给我一两套 给我留两张 我留两张 青年一种言辞的拒绝了他 不行 就不行 真的 他说你要的 我给你单课 这40张正常卖 不能打扰市场 不能打扰市场 扰乱智场 不能言而无信 说这么多 就这么多 特别好 我都没有 谁都没有 就刚正我 特别 脸都黑的 上面月牙 特别好 青年包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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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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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特后悔 带点我的书 在旁边蹭面子 然后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刚开始 然后我在那个 他们卖书的那个摊位 就是待着嘛 然后有人来问 还有没有CD 起码来了七八个人 对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 要是我有带书就好了 那不更尴尬了吗 没有我就可以说 您看我行吗 我看你不行 人家人家问说 你谁啊 然后那个 所以这个 MyCD的事 我真的挺感动 还是要感谢 你为什么不多课一点呢 因为那个青年老师 一人课特别累 对 什么情况就他 你怎么不课一点帮忙 这个问题又不回答 然后那天在后台 问那个问题 说为什么不多课点 对 他说因为我怕青年老师累 对 那你为什么不课呢 因为我不会 这个 因为 这个 就是耍流氓 不会还行 因为这个CD是纯手工的 他不是说 小五 后杀鼓手 小五还问 说你们这个盘是在哪 在哪压的盘 然后青年老师说 压盘 没听说法 我们都是自己克鲁基克 就是非你拿DVD工去 一张一张的克 一张一张 然后自己拿 拿那个A4打印纸打 对 打完之后非你拿剪刀剪 然后给他CD进去 对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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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青年亲手 所以为什么只做40张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对 真的是特别好事情 对 而且为什么他不会 那笨 我跟你说 就那个剪 就是拿那个剪刀剪封面 这件事 我尝试过 我真干不了 我剪 我老给剪坏 原来我们最开始 做CD的时候 我也跟青年一起剪什么的 特别被嫌弃 说剪什么呀 就剪歪了 因为你剪破了 你这样就白打了 对 这挺费钱的 是 几千块钱 对 就是A4纸 剪坏了就不行了 然后我想算了 我就别打乱了 你们那个封面挺有趣的 做草地上 然后纸的天 天上有只猪在飞 宇宙王那种 宇宙王 这个是得到了 所有的业内设计师的 一致认可的 包括这次那个 霍海大鱼 这次演出的海报 演出海报 就是像他们那张唱片 像那张唱片之一样 配色一模一样 对 就是特别 特别 波普 波普 跟我一起说 波普 非常波普 对 非常波普 一个配色 对 然后那天 签售的时候 是也挺 非常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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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了将近有40分钟 对 当时是那个 而且那个宝姐 你记得吧 宝姐 后来宝姐也来了 然后也是特别好 又带礼物 对 给你带东西了吗 手套吗 我也手套 对 宝姐给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我给他们买的 都是 都是那什么 优衣库 我给你买的是 无印良品 真的 真的 我的天 宝姐悄悄 给我说了一句 别跟他们说 宝姐都有多同情你 不是 多心疼你 对 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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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调性是吧 这倒是 因为开场之前 我还看到宝姐了 而且在二楼的 因为我们给宝姐安排在二楼的YP的座位 然后我正好过去跟朋友说点事 宝姐拦着我说 我说宝姐您来了 宝姐说 说你告诉姐 在哪看比较合适 因为二楼 那个YP座 它都是那种沙发座 然后但是我说 我说您坐在沙发上 可能看不清楚 下面演出 然后你往前站 站在他那栏杆边上 我爸还帮他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我觉得 宝姐这么多年 一直都特别 对 这插一句 宝姐是我们的一个听众 对 然后60后 就是具体67年的 我也没有开始问 反正是个姐 然后对我们几个都特别的 慈爱 真的是慈爱 对 关照有加 然后这次我们 因为我们这次大概 买了有多少张票 30张左右吧 对 然后请了各种各样的朋友来看 而且真的不是说 卖不出去 然后往外送 那是王妃 然后我们真是怕最后 大家买不着票 进不来 到最后就是 就请不好的 后来我们就刚一开票 我们就抢了几十张票 对 然后花了很多钱 因为那票一张两百多 都是我 对 买了一万多的票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那天 后来 后来我出了那门 然后一张两张票 也过有寒了 然后他说 你刚才在台上 你也那么多人 你不见我 我说因为你 没拿我投票 因为你必须买的票 对 所以我名单是没有你 还有理 他说我必须买票 你还不信 有理 我说这真没有 对 因为那天就是 包括那个什么 小乔啊 小兔啊 还有那个老贺啊 什么的都去了 对 潘彩夫老师也去了 对对 潘老师也去了 对 然后还有我的很多 就是乐队的朋友 对 像那个指儿的小笑啊 对 然后还有之前的 我的好朋友老郭啊 对 然后这些王天天 然后XX什么都来 对 还有以前 这门门直山公园的 差不多所有 所有嘉宾 我们都请了 对 然后那天是什么 常小亮 还有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别在这 好忘了 对 对 还有一些以前的 那个大内的嘉宾 就把关系特别好的 像那个监狱风雨的 那个 玉景 强哥 强哥 对 还有那公务员 小林 对 各种人嘛 对 不过后来千兽的时候 其实我想拉老贺过来 但是老贺 我觉得他 他不会来的 对 老贺比较高冷 对 他比较高冷 因为他一直躲在一个 一个嘎篮的角落里边 我都没看见他 是 就没有人看见他 对 就是 后来我问你们 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他 至少有三拨 就是那种我们的粉丝 问我 何老师来没有 他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不是 我后来逮着他了 对 因为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听众 跟我说 说何老师在那边呢 然后就 他也跑过来跟我说了 然后我外见到他 我都没看见他 是吧 我都没有看到他 对 因为人真的是 一个是人特别特别多 另外 一个是 而且咱俩太多事 我们俩要 所有的 间接的那种 穿场的主持 然后我自己 还有演出 就是一出去 就被大家围住 小伙老师 李叔 走不动道 行动困难 腿都弄断了 太胖了 太火了 太火了 不是 咱们好好说 我知道你已经不能好好说了 对 那石老板你说 作为一个取一届人士 你觉得他们那演出怎么样 我真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其实以前 还挺喜欢看现场的 但是好多年都没有去了 所以当时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回到了 我大学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就记得有一次 也是我背一个破包 hold成 也是一个人 就躲在那个角落里边 看 就是看一场演出 我就突然觉得 我其实特别喜欢现场音乐 但是这么长时间 就好像因为别的事情 工作 把我现在忙 拖我秀 就把这个 把这个心里的这个爱好 隐藏起来了 因为这个机会 我又去到现场 然后又那么有感染力的东西 我就突然感觉 卧槽 我还有这个爱好 我自己都把它遗忘了 和你预期中的怎么样 就是因为之前 咱们都一直在说 对 包括李叔伟老说 然后我也有时候 有些说什么 很想再去演出 因为看到舞台 自己很有冲动 想去演 然后我之前也都逼了很多 我说应该怎么演 什么上台应该这样那样 对 各种先端说法 各种说 前辈高人 但真的到了现场 你自己感觉 比如说我这场演出 从你的感觉上来说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很牛逼 然后就特别是 你们两个人 在舞台上面的表现 而且你们的中间的串词 我觉得都设计的非常好 因为我能理解 就是小伙子跟我很像 就是我们属于现场型的演员 就是当面对真实观众的时候 会比我们录制的时候 要发挥的好很多 所以我当时之前听了 就他们那CD 其实我都听了 就是录音质量实在太刺了 所以 这个是全于都公认的 所以就是说一个极大的反差 然后看到现场以后 那个感染力 真的我觉得很好 他现场其实也很差 就是相比较之间 没有 他唱的其实也很差 对 然后谈的也很乱 但是他们现场的魅力 其实是在于 他引爆出的那种场 对 他们是可以自己做场 出来的一个乐队 我觉得就是自信 对对 特别自信 这个确实 对特别扭 就是完全不管不过的 在台上胡说八道 根本不跟你听懂 听不懂 就位跟着乐 这个是合等强大的那些 说一些特别内部的梗 然后俩人跟着乐 俩人跟着乐 而且就完全没有 就一点不尴尬的 继续往下说 对 一上来 哪有一个上去唱歌的 全是这种 你懂 全是那种 就是他们结婚的 那个节目的黑话 对啊 就是听我的台上 就是各种捏 好在 好在 他也全是结婚的人 他们懂 对 还感谢那个 就ID叫丑菊王 那一个朋友 他那个挺早就到了 那个现场 然后他把那个舞台 就是整个 右前方的那片位置 站住了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 就是结婚的这些听众 大家都站在一起 包括我们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歌迷 因为跟了我们十几年的平平 也都是在那一块 带着大家一起 所以整个的那个部分 等于其实好像就算 一个专属看台一样 所有人都在那 然后我们所有很多话 他们都能给强大的反应 所以也挺开心的 当然我觉得就是他 就是这拨人的那种热情 也会感染其他的 对 对 最后来我在台上说 我说我相信有很多人 可能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听见小伙子的歌 或者第一次听说这个优队的名字 以前没听说过 但是我相信今天 就在这个舞台下面 你们会喜欢他们的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喜欢的乐队 就多有我们现场的魅力 真的是 对 李叔昨天就表现得像个迷魅一样 然后后来到后台 所有人就找青火在合影 李叔在旁边静静的坐着 面带微笑 也没有理他 他也不尴尬 对 就是特别 非常欣慰 特别欣慰 然后其实 当那个最后一首歌 双子座唱的 然后我说让大家把那个 手机的那个 特别壮观 都打开 然后结果 因为我还挺惊叹的 就是因为我说完之后 就是瞬间 瞬间就 全场全亮了 不是下回你就这么说 台下有双子座的 把手机智光打开 然后啪一下 肯定全打开了 我说今夜 我们都是双子座 这都好 这一共能够多少个人 你们俩就不打开 没有了 其实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当生子座唱到最后一句结束之后 我们最后有一个伪奏 伪奏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那首歌已经唱了将近有四分钟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看大家还是在举着 举着手机 然后跟着一起来摇摆 然后我就特别感动 因为其实举那么长时间 其实挺累的 挺累挺累的 然后我就从舞台的 因为我一个反送音箱 我从反送音箱后面 因为我要听自己唱歌声音 但是我不用唱了 我就从后面走到了舞台的眼上 我就站在那看着大家 然后就感觉 每个人的那种表情 然后大家整个那种气氛 我就特别想 我想这是五月天 还是青年小伙子 其实我真的那个时候 就挺恍惚的 我觉得我也有今天 再一次我演魔在张胜中 是吧 这种感觉 真是 就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而且那天 后来我 在台下 从台下到后来 清魂演完 再重新上台 其实最让我 就整个人 就是无法自持的一个点 就是台上也说了 就是梁总 对 因为我之前 就是在那个 零几年的时候 看过你们的演出 然后梁总 就是那个在舞台上 就是伪装一切的人 我们称之为舞者 Dancer 舞者 Dancer 对 就是在舞台上 就是各种伪装吉他手 伪装剑粉手 然后那个甩大刀 吃泡面 就是小伙子 坚持认为他没吃个泡面 那我老觉得 有什么样吃个泡面 没点 你觉得他吃就吃 对 我就是 不是 你没我记性好 那我是没有记性 没有记性 没有记性 对 然后呢 但是我 就是在看到梁总的时候 因为之前他长什么样 其实我真的没印象 因为谁会关注 那么一个人 讲什么样 他老子穿奇怪的 冬衣服 戴面具什么的 对 就这次 因为这次就是 那个 就是在看到梁总 发现 居然长得还挺帅的 很帅 居然长得很帅 有很多人在里面 萧敬腾 对 第一是长得挺帅的 第二个就是 一个长得这么帅的人 就一点脸都不要 台上就跟着各种耍火宝 拿着各种奇怪的 什么小提琴 搬着蹦 当侧马扬鞭 当然这个话 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 他不是说一点脸都不要 这就是专业 尺利 专业和敬业 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你们演出的时候 我要在台上待着 对 我不下 我不能下去 对 后来说你干嘛呢 然后我说 你就爱干嘛 干嘛呗 对 后来我看了会儿梁总 我觉得我不行 我真不行 你知道我 我整多的台上 就待一分钟 我可能就不行了 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其实但是 我可以跟大家 说个内部消息 就是因为 大家可能看见 梁总在台上的演出 就是表演 非常的抢眼 然后非常的精彩 好像投入 不顾旁人 所有的目光 来表现他自己 想表现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因为梁总 对我们所有的歌的 现场编配非常熟 所以他知道我们这首歌 什么地方会停 所以他的那些动作 其实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他会根据 他不是随机的 瞎蹦 不是随机的 他其实还准备了两套方案 因为他会 因为他会考虑舞台大小 因为有的舞台小 他耍不了那么大 他只能用那种 可能简单一点的方案 如果舞台大 他可以耍得更开 其实他是会配合 整个音乐的气氛 去制造气氛 所以很多人会跟着他的那种气氛 进入到音乐节奏里 其实他是很重要的 他真的是个舞者 他是很重要的一员 他是你们现场最不可或缺的因素 没有你可以 没有他不行 因为我就看过 没有你有他的现场 就七年美装小伙子的时期 你还去上海了 对我错了 我不去了 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一直坚持认为 就是一场一场现场的演出 反正对于我们 七年小伙子来说 他就其实是一个秀 他是需要 从说音乐以外 还有灯光 还有你的服装 还有你的整个的台词 其实台词我们是有脚本的 都是有文字脚本的 有 对 我们演出现在后台对词 我们俩先对主持词 对完之后 小伙子转身 就开始跟青年对那个 对脚本词 就是我们外台上说的所有的话 设计过 全身在底下 转过三 反正我们转了三四遍 我们转了三四遍 我们那个也是 然后刚刚你说的话 只有一段话是没有转过的 就是他们演完之后 这段我们俩转的时候 就是说 你们演完之后 我上台之后 我走段新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走 对 但是具体走到什么程度 我是没有预设的 结果后来我一看梁不总 就是为什么 我还是说回这个点 为什么梁不总会让我觉得有点 就是受不了 就在于说这么多年 我能看到你们这些人的变化 对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觉得没变 但在我眼里 因为可能跟你跟亲眼走的比较近 其实真的变化蛮大的 对 所以我能感觉到你的变化 但梁不总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符号 他对我来讲是陌生的 对 等于说 当我看到你白眼的时候 就给我感觉是 好像大家都有什么地方变得不一样了 只有那个傻屁没有变 就是那个傻子没有变 就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就看到还像当年那 你看我看一眼的时候 他就二出头 一小屁孩 也对 也无所谓 零几年 对 他在台上耍呗 真的只有十年以前 对 就刚刚毕业 就是小孩无所谓玩 对 现在也三十多岁了 还是这样 对 有家有业的人 在台上就跟着耍火宝 我也想到这一点 我当时就在台底就已经不行了 其实当时很多很多朋友会说 就是说那个 我说你看我们现在演出 就是我演出结束之后 我问 我说看我们现在演出感觉怎么样 很多人说这就挺感动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就包括我和青年 包括刀夫老师 我们整个的看起来的样子 真的和就是七八年前不一样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了 你可能双下巴了 你可能有坠肉了 你可能就 连青年老师都变得肥贱了 而且你的朋友 你的friend已经没有腰了 对 就是你真的是不一样了 但是你到了台上 然后你去唱那些歌的时候 你想你唱21岁就在前方 你还是 你还是在以当年的那个样子来表演 就是大家会觉得挺感动 就是说你还是这么多年 还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么说吧 也就是说 你们所有的外形 就是你们所有的外在的投射 都已经很能变化了 但你们内在的投射是没有变的 而你们内在投射的具象化的一个形象 就是梁总 对 他投射了你们每个人内在 对 这就是当时戳到我那个点 后来在台上我就说 我说 刚才梁总 就李叔一上来 因为那个我们演出关注之后 然后李叔就从台下上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要准备那个中间串场的台词了 然后他上了之后我就看着他眼睛红红的 对 然后说了几句 然后我就就来了个音报 这个应该的 然后我看到有点可能有点实在 我就把它拉一会儿咱俩坐着聊 对 而且是背对着台 然后我们俩就坐在 我们俩就坐在舞台上 不特有意思 就是那个昨天晚上那个过了十二点吧 我发了一个那个那个微博 就在新年快乐 把他打发完之后就睡了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人爱的我 是什么呢 是陈生 就是就是也就是昨天晚上 有人那生机拍的在台北跨年 唱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叫镜子 也是唱了一半陈生 陈生就开始哭 然后他发现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就是转过身界背对观众 跟我一模一样 男人吗 我一看就觉得 好就是这个 对 而且他就背对对背的观众 就是继续唱 当时其实我是想 也是想转过身界 然后对着 对着那个骨架的位置 然后继续说 后来你说 咱俩坐下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 因为这是一个随机的 我们没有设计过 但我真的 这也设计不了 对 我真是觉得我们两个 就是盘主坐在舞台上 然后大家就听着 我们俩在台上聊天 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反正就是 还行吧 还行吧 反正小伙子 演出方面我觉得 昨天我前天了 对 我是没什么挑剔 但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觉得他非常的 非常的诗歌 对 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对 我们俩之前惹了半天 我就说那个喊麦 对 本来一开始说喊麦 就是纯开玩笑 结果后来我离演出 还有三天的时候 突然想说 要不然就喊个真的 对 反正说喊就喊 真男人 是吧 对 然后就开始狂背词 背了三天 你看 三天没背下来 一生我饮酒醉 醉看家人成双对 双眼是独相随 只求踏日能双归 娇女我轻浮琴 燕熙我子竹林 我痴情红缘 我心甘情愿 我千里把军雪 好 太顺了 你真是太顺了 四半顺滑 本来我至少不比那个次 你还要怎么次 没有退步的空间了 结果赶紧 赶紧Q 我说没Q 我忘了 生给忘了 因为正常是这样 我们设计师说 李叔说 我们下面来介绍下支乐队 下支乐队 然后我说我要停 然后先喊麦 结果他说 我要介绍下支乐队 然后我就骄傲 我进入状态了 我说这介绍我吗 来吧 夸我吧 然后进入王之蔑视了 然后来吧 等我心里 他骂你 他开始骂 心里已经骂的不行了 最后还在说 他们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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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过的地下支 然后心里就骂 骂比那个盆都挤不住 有什么用 我一会你忘了就忘了 反正就别着巴了 结果非后都已经说好 都翻篇了 都已经翻篇了 就这样 随便吧 嘲笑我们的孤独吧 现在有请后海大鲨鱼 让小伙说 李叔喊麦 我前面 刚删完情 走完心 然后最后来一个 来个白喝亮翅 你让我喊麦 那时候已经全忘光了 喝了一堆 我天 玩得傻了 真是喝了一堆 每次我们在准备上试前 李叔都是拎着了 砰子过来说 准备吧 然后就要上 但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这不能完全怪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那个 后杀他们还没有插完设备 所以如果我们下去之后呢 会冷炒 对吧 我想不能冷炒 那干啥什么呢 喊麦 喊麦 现在想起来了 一点都没冷炒 喊麦 是特别不冷 李叔喊两句就不行了 不是我前面 前面的所有的这个什么形象的塑造 全都毁了 要的就是真实 真实 就真实 你看青年老师之前 因为青年他今年胖了挺多的 然后呢 他之前为了掩饰自己的胖 就是所有的他们那个结婚的推送 全都戴口罩 对 就不想让自己看 看自己的这个下巴 然后呢 然后疯狂减肥 就为展演出 然后演出 还有三天的时候 然后发现自己减肥失败了 然后就 他人面对自己 根本没谈人 没有 谈什么呀 你没看他的麦克风 他把麦克风弄得特高 然后仰着头唱 为什么要仰着头唱 仰着头唱 不显双下巴 知道吗 就是故意抬着头唱 青年当时说 我觉得这种仰着头唱 肯定没问题 结果最后 在那个签送的时候 结果那不行了 那逼的第一招 穷上双下巴 没事 我做一个迷妹 为了让你们显得瘦一点 你看我都发生什么样 不是 真的是 当时有一个朋友 在台里也说 李叔 你今天晚上太帅了 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 我觉得你整个人身上 都是闪闪发光的 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什么的 然后我就发了一张 别人拍我照片过去 就是一个 一个飞逼的来着 就这玩意你 这玩意你还放光呢 你说是这个东西 那也有放光的 不错了 我觉得后台要是朋友留言了 留分段留的 小伙子老师 看起来像 矮大紧 放屁 哪是我像 现在其实说回来 这个演出 现在我回想起来 真的感觉还挺 挺魔幻的 就是能够在这个时候 真的真的做起来 这么一张演出 而且不单单是 青年小伙子 一个付出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跟李叔 我们俩 就是做了这么多事 然后把日山公园 这么拉扯起来 然后最后能够 日山公园一起 还有青年小伙子 一起来参加这张演出 好多事 其实咱们说的简单点 就是说当年 我听他们的歌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因为 我看到他们的现场 是他们的粉丝 后来我录大内 不会叫他们来录节目 没有大内 就不会有后来的结婚 然后也不会有 后来的日禅 然后没有日禅的话 就不会后来 我们去什么草莓 去直播 就不会碰见 就不会碰见富含 没有碰见后查 他们就对那个直播 就不会有这次 他们的这个付出 好多事其实就是 冥冥之中 对 就是一个事连起来的 而且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当时我台上本来 就是其实好多东西 我想说 其实也忘了 我想说 今天台下 就是因为 六百人 大麦翻了两百张票 上下四百多张票 全都是逢一个 正文现场的软件 买的票 正文现场的票物功能 这个板块 就他妈是我做的 你还有脸呢 我当时我还想自己买一张 我从13年到16年 三年 就做那个Poco看演出 后来Poco的项目 相当于被停掉了 停掉了之后 把他的所有的这个代码 关于票物的部分 抠出来 放在正常现场里边 然后等于是新的 票物的这个工具 还是我做的 我觉得我过几年 干的所有的事 就是为了 就为了一张演出 这票软件也是我做的 对 但是就除了我之外 就也没有人知道 那是 你用的时候是很难用 但是我交接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是吧 比这还难用呢 那时候连是软件都打不开 各种神粹是吧 所以真的感觉 而且就是通过这些事 包括我们做电台 包括这些事以后 跟很多以前的朋友 都又重新建立起了 特别好的联系 我就感觉 好像这是我应该做 这是我们为做这些事 应该得到的这些东西 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这张演出 我觉得不但是空前 因为这张隔了这么多年 而且绝后 很多人都希望下一场 可能马上就全国巡回 我这我作为经纪人 我替他们说 没有 并没有任何计划 一点都没有 对 屏幕一黑 四年后并不是没有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用 如果用一个标题 来定义你们这次的一个付出 这样一个演出 用四个字 非常合适 欢乐一场 真是 就是王菲演唱会的名字 真好 跳都迈不出去 跳都迈不出去 好吧 本来咱们这说 稍微聊两句 你们那个演出 结果咱们那个话很多 也不给大师发言的机会 没有啊 对 就真的看出来 谁还是主人 都是主人 然后那来首歌吧 放哪个呢 放 你说放吃东西 还是放本作的 放吃东西 还是放吃东西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行 那这首歌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 没怎么太放过 然后也是我 比较喜欢的 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你们的歌 就特点就是 第一个就是旋律好听 第二个就是偏民谣一点的 吃东西这首歌 虽然它编的不是很民谣 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唱法的话 是一种非常falk的作品 但这个也是你写的吧 我写的 比较像你的风格 来给大家带来一首 这个来自于青年小伙子乐队 大象力线 大象力 敢外国人了 咱们今天节目都不剪 因为明天就要播了 明时间剪了 就他们招吧 行 大象力线 里边有首歌 吃东西 生活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善变 让我们迷恋 让我们实现 总有太多的游戏 我们玩不及 我们输不起 可必须要继续 城市 每年都在下雨 每年都在哭泣 会脂弱的放弃 我自己 每年都在失去 不知名的东西 吃掉了全部的自己 生活让我们 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善变 让我们迷恋 让我们直现 有太多的游戏 我们玩不及 我们输不起 可必须要继续 这城市 每年都在下雨 每年都在哭泣 每年都在哭泣 切掉了全部人间 都是每天都在下雨 每天都在哭泣 为执着的放弃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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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已经配个啦啦啦 爬音啊 爬音 对啊 那个介绍一下这歌的这个创作动机 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然后有一天我坐公交车 上海有很多那种双层的公交车 然后那天正好下着雨 是特别晚了 应该是木班车了 我坐那公交车回学校 然后呢 就是在 我坐在那公交车的那个 双层公交车的二层 那二层我坐在最前面 最前面呢 正好是一大挡风玻璃 整个车里边 就是整个车除了司机 就我一个乘客 然后我就坐在最上面 然后就看着那种下着雨 被雨水打湿的那种车窗 然后看着外边上海的霓虹灯什么的 就是年轻人嘛 有感而发 我就当时在那个车上写了这首歌 我让我歌词里这么唱 我说我说这城市每天都在下雨 因为当时没雨季 每天都在下雨 这城市每天都在下雨 然后每天都在失去 然后我自己被不知名的东西吃掉了全部的自己 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说 其实年轻人就是很迷茫的一种心情 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然后可能你原来坚持的东西 可能一点点你可能就忘记了 对 然后就是表达这么一种情绪 有一个词叫这个 为父心思强说愁 但我倒觉得 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年轻人他是 他比较敏感 对 他可能的确没失去什么东西 但他总觉得自己失去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 可能在那个年轻人阶段 他对这种丧失之痛 会更加的能够能感觉得到 但是其实在我的很多的作品里面 正如李叔所说的 一方面是表达一种 可能就是一种伤心 另外一种可能更多表达是一种无奈 包括像李衍记 包括像这首歌都一样 都是表达一种无奈 就是你知道自己很多事情想做 但你做不了 你也没什么办法 对 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些 发生了一些变化 可能不是让你所想的那种预期去发展 还有像《边话边想》 也是这样一首歌 就是你觉得有点伤心了 有点丧气了 但是有点无奈 但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有点希望 等待或者是努力寻找你想要的东西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绪 这首歌 又透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 叫做苏朵 苏朵同志听这首歌 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他特别喜欢这首歌 我先入了迷之陈 迷之陈 迷之陈 原因是CMJ刚进来 然后打落了我们所有人的节奏 行吧 我们聊完这场演出 聊了我们整个2016年的这些事 因为今天刚刚到 持久迎新 持久迎新 我们也不免俗 来聊聊整个这一年 大家的一些感受 一些体会 对吧 对 当然CMJ是没有什么感受了 差点就没感受了 差点就不能有感受了 对 其实我觉得CMJ应该先说 他自己其实感受应该最强烈 丢人丢大 没死了是吧 打脸 一直在反思我的人生 来来来 你说上 你说上 你今天身体好点了 好点了 对 因为他这次来北京来了 其实已经有小 小小小小十天了吧 对 对 从来北京第一天 就开始生病 对 中间我们俩见了一次 然后就半死不活的 然后说 每一次一见我 就是半死青年 对 半死青年嘛 中国泄伙人 哎呀 真是 每次我出现 就是 就是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啊 我要死了 就这种 另外一种就是 啊 我靠 怎么办呢 这种 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啊 每次出场都是这些台词 我也很感触啊 就是包括前阵 听那个石老板的 一个一些节目啊 包括日谈 然后慢慢做起来 然后小火总的一个 付出演出 然后我就讲 我靠 大家都在踏步 大步向前 对 然后我还在 怎么说呢 我刚才 在病态上 想起 对 我就觉得 也激励了我 就是确实 对 你今天相当于是 相当于你今年就没有 离开过那个老家 对 对 中间可能就出去玩了一两趟 对 就一直在家里 其实你现在 就身体恢复的 就是整体应该算可以了吧 对 好多了 对 也就是现在 比如说假如你要有一个事 要离开那个江西的话 其实也 也OK 对 可以 只不过不要去这天气太空气太差的地儿就行 比如北京 今天北京这空气都什么样子了 刚才大家其实 江中可能听到我们一直在那个清嗓子 对 雾霾特别严重 大师可能也是来北京之后 他就他就没来了 不适应 对 不适应 不适应 那些东西 对 那你那个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啊 也都比较关心 这这一年啊 对 一点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对 当时是春节 是那个期间出的事嘛 嗯 对 然后现在其实也就十几个月 就就夸一圈 我过去 那你这十来个月 除了 大巫师 大巫师 你还干点什么 手望先 手望你 给我拿一酒 给我拿一酒 哪个都行 哪个都行 不是 我主要是反思我的人生 因为我发现我 呃 就是比如 呃 去任何一个圈哈 都是以大师姿态进入的 然后以脱油瓶的姿态 退出 哈哈哈哈 然后 真的 就是就是 在如何把一件事做杂 这件事 对 我完全是精英级别的 对 然后李叔说嘛 什么大师总是在脱后腿嘛 对 公脱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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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赖了唧唧唧的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 对 哪好 有 就因为是这样 就是如果组合里边 所有人都是帅人 那大家都一样了 就看不出帅人帅了 知道吧 一定要 一定要圣诞季末丑 对 有几个帅人 有这么一东西 不是 有东西还行 不是东西 不是有这么一东西存在 就能凸显出 其实生活还是 就是对我们挺好的 没有 说实话 其实这次看见 那是在北京出现 因为演出时候看到他 上次见那 上次是在南京 南京音乐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 就是现在比那个时候 我觉得气色是很多了 好多了 而且那个 当时在南京的时候 他其实还有点腐肿 就是整个面部是有点腐肿的 你瘦了吧 瘦了 其实不是瘦 就是当时他是肿的 他是腐肿的 消肿了 对 说现在就已经 就是腐肿端下去了 只有坠肉了 好多了 对 我说不然找你去签名的时候 你也没有推脱 看来是对自己这个 还比较自信了 没有 外形已经没什么 担忧的了 是吧 没有 凑热闹吧 我就觉得就是 沾沾喜切 对 然后演出啊什么的 给我冲击也蛮大的 确实 其实大师之前也一直在说 说就是他是真的跟我说 说非常期待我的这场 付出的演出 我是后来粉你的 就是开头我们 呃 录了那么多期节目 我也没有认真听过 嗯 活总的呃 青年的作品 后来我在家养病的时候 嗯 我就点开那个网易云音乐 挨个听 嗯 然后 真的还挺喜欢的 我还我还 像你这次没演那个 萧生克救赎 我还特别遗憾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他们好多河哥没演 历险记都没演 绿色兵团 那个王子 就我们接手 就是王子读鬼的那个 跟他跟我们谈集 他然后还说 为什么不演绿色兵团 我想演绿色兵团 我说你想演就演 我想演 不是咱们又聊 你乐队了 他能聊十几节 其实我觉得大师 就是整个16年 这个事起起伏伏的 就是对我们 当时就是让大家 其实也是感觉 是一个惊醒 惊醒 反例是吧 就是之后 之前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反正现在我看到大师 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挺开心的 就是整个红红烂跳的 还在这 然后各种犯贱 各种嘴贱什么的 我觉得 就是我说实话 我挺高兴的 就是能看到 他恢复的还真挺不错的 对 然后 也就是之前大师 还承诺过我一件事 我承诺过你很多事 对 说什么 因为我想说 大师问说 那个之后的作品的事 然后以前还讨论 讨论之后作品 然后后来 我们当大争一致 说在2017年 三月份之前 大师要把作品画出来 我满怀期待 然后昨天我问他 我说你那个 你耽误我那件事 你还记得吗 什么事啊 扎男 再如何把一件事情 做砸 专家级的 不是 你这不是做砸 你根本就忘了 你根本没做 没有做 没有做 你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 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你们生子做 都是这样 我也很擅长做这种事 你们生子做 都是这样 都是扎男 经常就是小伙伴 我们俩打一电话 开一会 然后分好工 说特好 过两天说 那怎么样 忘了 不是 过两天 什么怎么样 李叔叔说 过两天找我 没信了 说这个人消失了 找不着人了 双子做麻 双成人格 身上被俩人累 我上升性做 还是双子 我有四个人 容易吗 累累累累 天天打麻将 你最累 不是 说着动静 大师 你今年都 有什么收获 今年收获 大师默默掏出了几张纸 就是我在家 好好把那个 编剧这个事情 可能重新再学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 也是野路出生吧 也没有专门学过 然后编故事 更多的是靠一种 比如创作的一些激情了 或者说一些本能的 这种冲动 没有去认真的去研究过理论 或者说踏踏实实的 去好好看几本书 其实你之前写的 搬画剧本的话 更多的是台词取动的 它其实背后的逻辑什么的 没有一个 至少没有那么考究吧 或者说结构啊 或者怎么样 对然后 可能比码大师还好一点 那是因为有你 虽然你也没什么理论 但两个人的直觉 总比一个人好 我看你是好了 然后在家就看了很多影片 然后看了很多编剧书 我现在学样东西 特别有心得 就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 像比如豆瓣或者说亚马逊之类的 然后对于一些书籍的评价 还是相对准确的 然后你要学一个领域的事情 你就找到那个领域 可能评价最好的十本书 然后你全买了 全买了以后 然后你就挑三本 你可能它的叙述方式啊 或者说 就是你看着比较爽的 比较顺眼的 然后你挑三本经读 经读完了以后 然后里头的一些知识点啊 或者概念 你可以跨书籍去比对 比如这三本都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你看剩下七本吧 反正然后最后你再用你自己的语言 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 哪怕串一点 就是特别搞笑的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照搬别人的话 对你打碎了 然后用你自己语言重新组织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就你就理解起来会好很多 我就是按这个方法 在自己学习编剧这一块 因为我了解了以后才发现 其实编就是编故事写故事啊 就它之间的差别特别大 真的 你漫画剧本 或者说你可能电影剧本啊 或者说网剧连续剧 或者说可能话剧之间的剧本 差别之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就是 就比如我们拿设计来比喻 就比如园林设计 UI设计 logo设计 或者说怎么 就是它类别 就是差距真的有这么大 对 你不能说你会写漫画剧本 你就能写别的 就像我们画画 经常说 你画画的 那你帮我画一个logo吧 这其实不是一码事 对 不是一码事 对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画一个形象吧 什么张西逸啊 不要脸 这件事我也忘了 答应我的也没画 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那个张西已经 那废话已经出了 你还要怎么样 不是 但是他说的对 这样是他画 他真的 未必有那个师傅好 对 人家可能专业做这个 对 玩我钱老师 对 人家大师画的都是那种 都那样 都长成他似的 胡子拉叉的 对啊 骆驼哥 骆驼哥 对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然后我也大量的去 观摩了一些影片 就是有的那种 都是一些类型片 就是特别商业的那种 然后 比如说 比如说像 比利华尔德的一些老的作品 像双重赔偿啊 空旺证人啊 然后这些 黑白片 都没听说过 桃色公寓什么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 其实 虽然是老片 但是节奏一点都不慢 我发现很多 现在的国产电影 可能 说是说现代人 什么生活节奏 观影节奏变快了 但是在 信息呈现的效率方面 可能比起那些 经典老片来说 当然我也相信 那个时代 可能也有大量的烂片了 但是这些是筛下来的 这些是留下来的 对 肯定是 比不了的 所以我也就 踏踏实实地 看到很多这种片子 然后包括一些 伍迪爱伦的电影 或者说 一些 这适合你 都是喷子戏 都是对话 都是喷子戏 但是他风格 如此突出的导演 但是他还是比较 至少他 大部分的影片 就拿伍迪爱伦来说 他也是遵循 那个好莱坞 那种散幕剧的 那么一个结构 我觉得 也是很有必要 去了解的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搞我们这行 不管是漫画 还是电影人 然后怎么样 可能有时候会上来 就觉得 好莱坞 那算什么 没有 靠我们 对吧 我们要做一些 就是颠覆 反结构的 什么小情节的 就是不要跟那种 散布剧 包括戏剧圈 先锋戏剧 那一拨人 也有过这样一个阶段 对 就反那些经典戏剧的 那些整个的一个 一个调势 这个老板 应该比较了解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不接话 是吧 一点面目都不改 就是你得知道 可能经典 或者说类型是什么 你得知道 你知道你反的 那个东西 东西是什么 你才好去反它 所以我也就是 回了回路 就好好补诺补课 然后 我觉得自己 收获还是蛮大的 结论就是 我压根不会写剧本 学了一堆 对 但是 但是我自己 也在就是 重新 移动新的视角 去写东西 最近我也传了一些新故事吧 然后可能 17年好好画一画 我真的 你这话少说 真的 你少说 什么东西拿着 提啥黄啥 每次都说 我最近有准备 怎么样怎么样 从来没见过你作品 你知道赖什么 都他妈赖你 都赖我了 为什么呀 就是你天天说 然后 然后说你有抵出情绪 对 然后你想逃避 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 我们这种 还在发育的 对吧 就是青春期嘛 就是含苞预放 我这儿有俩木瓜 你吃不吃 在那个 都他们爱你 这件事情上 我也是精英疾病 任何事情 我都能 甩锅王 甩锅王 甩锅之王 那刚才你看 那些书 有没有什么 能够 就是 适合听众 看一看的 就是哪怕 他不写剧本 也可以读一读的 有 像那个 编剧的艺术 这本书 我觉得他没有太从 模板或者模式上去 给你一个多么牛逼的 公式 让你去套 当然这种公式是有的 我自己用自己的语言 总结了一个万能模板 几乎可以套 就是那种比较经典的 然后那种商业片 反正就是你拿那个公式去套 什么借刀杀人 没落狂话 一套一个准 毕业生 什么的 就是 对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类型吧 然后你 你去破这种类型 你得了解它 对 然后但是他那本编剧的艺术 这本书是鲁尾推荐的 其实我以前有这本书 但是我没仔细看 我看着 特头疼 然后就 搬家的时候就弄丢了 后来我又买了一本 仔细再看了一下 它 就是比较 大而化之的 说了 就是任何一个 戏剧里头 有可能涉及的环节 就比如 你的主题 就比如你的冲突 是怎么构建的 然后你的人物 是怎么构建的 它没有太多那种什么 三段式 什么时候该出情节点 什么时候该有一个高潮 建制怎么建制 终点在哪里 没有这些东西 它就是讲主题 人物冲突 就这几个大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一个启发 还蛮大的 然后我自己 所谓用自己的语言 去总结这些知识点 招是跟谁学的呢 附建一博 附建一博 他自己有一本书 叫什么虎之卷 什么的 就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些套路 他也是到处东拼西凑 拿别人的 然后他会按一个自己的名字 写成什么必杀记之类的 但这本书没有公开 但是他那种方法 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 就是 对 附建一博本身是个分类 分类小王子 他看什么东西 他要是没法 分类的话 他会睡不着觉 就什么东西 他要很理性的去拆开 我觉得这种智学精神 还是值得学习的 别看他好像表现得很浑 但其实他可能非常严谨的 对 这方面 你说这个 我倒想起另外一个人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 比较深奥的理论 就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就是我一个朋友叫干手 他能把所有的事 都给你讲成逼逼吊吊吊的东西 对对 真是 特别深受浅重 真是 对都是把节目里不能说的东西 例子 但是特别心想 特别本质 特别本质 对 然后因为有时候 跟上我们俩交流的时候 然后说到一个什么事 然后我可能就不好意思直接说 然后我说的比较含蓄 跟上说 你不就是想说这个吗 让人抛出一个特别脏的东西 但是特别准 对特别准 对 你不是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傻逼吗 这是一个好方法 向大家安利一下 安利一下 反正就是关于这种 我也很少就是认真去学个什么 我这方面跟活总还挺像的 就是那种不求生解小王子 你好意思吗 你好意思跟我比吗 怎么了 你别聊我那种不求生解 没有了 我们一定要战胜自己 那个就是 那个惯性 比较薄弱的地方 然后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你看我现在多成功 是吧 你看你现在多喽 是不是 好 你活着上的例子摆在你面前 你不像我学上这些学 是不是 没同意 这这没人同意 好 那个 而且大师今年我觉得还是有突破的 就是说 对 因为他刚才说这些东西 我是真不知道 他不说 我真不知道 他在家里还看了看书 因为他真是在家 就打游戏打一年什么的 说是吧 他真打游戏打一年 你也信 我也信 然后我也 然后我也不会说什么 因为毕竟就是 已经漏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差这点 毕竟就是 我觉得人的身体 当他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 那么一个打击的时候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应激反应 我都能理解吧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事 我肯定天天骂你 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在这的话 我觉得那就等你自己想 想做事还是再做事吧 对 也不差了一年 对 是吧 而且大师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 什么突破 就是他终于出国了 我也是出国人的国了 就成平第一次出国 去哪 去泰国 然后去巴提亚 反正那些知名的圣地都去过了 各种牵到拍照 反正出去玩一趟还蛮开心的 确实 然后在巴提亚骑摩托之类的 刚上路就被逮耗得了 啊 啊 400株 然后 400株 他这个理论就特别神奇 你知道吗 泰国人民 我靠为了创收 已经不择手段了 就是 就是你 吴赵嘛 我们 我们 一定不可能有他当地的拍照 但是 他也不是哪个地方都抓 他就抓那个 可能就是 巴提亚那个叫海滨路 还是哪个路 反正就那一圈 进一个进口一个出口 他会抓一抓 然后其他地方你随便开 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然后就被逮了 然后逮了就让 把护照给扣了 嗯 然后就让你去 哪条大道的 哪个局子里去 罚款 罚款 拿那个收据过来换 哦 就还得回来那户照 对 回来那户照 回那个路口 然后 他就很神奇 就是你交了罚款吧 嗯 他就管三 管三天还是多少天 对 这你还是五兆的 你知道 等于交了方 你就你可以随便齐了 对 就是什么理论 我还是五兆 就未收钱 对 但是你也可以现场 给他一两百株 如果碰到那个警察心情好的 直接这一趟就放进了 你别往这开 你也行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 还是去了一趟局子 免得下次又被带 不是得重复这个过程 那那那女婚局出了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什么凭证吗 对 啊 真的呀 会 就已交罚款 然后然后接下来随便齐 然后你还是会被拦下来 但是你出事这个 他就让你走 对 罚过了 罚过了 这个逻辑太扭曲了 我看 这是像很多人 把那个自己的 那违章顶车 那个罚单 就不摘下来 永远放在那车窗上 对对对 很多人过来看 哎好已经贴过了 已经贴了 对对对 这是生活小技能 生活小技能 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 是我从那个曼谷往那个上海飞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在那个check in的时候就看到 我有个习惯你知道吗 就是打着拍素材的名义 路上见着亮妞就拍拍照 然后排队的时候 那不叫名义 那就是素材 素材 都为了艺术 艺术艺术 然后前面有一个妞在排队的时候 一个洋妞 一个白人 然后我就把她拍下来了 拍下来我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在那个 就要蹬飞机的那个口上 我又碰见她了 然后她跟她男朋友一一惜别 然后就变得就是 那个场面就特别感人 然后就是 然后她就正好就 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 然后手就伸在那个围栏 外面的男朋友那 然后她看着男朋友哭 然后看到我在看她 她又笑 就又哭又笑 你知道吗 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然后我在飞机上 就拿那个 那个垃圾袋的背面 就用我憋脚的英文 就写了一段 就是说 我之前check in的时候 见到你了 我也拍下你了 然后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忧伤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后来呢 我觉得你和你男朋友分别 男朋友是一 印度人好像是 看上去 对 不是长得像泰国人 像印度人 印度人 印度人 然后我就说 我就秒懂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吧 就我这种憋脚英文 我靠 我觉得绝对能提醒她 就是说到中国来教英语 创业 太憋脚了 就是我都不知道飞机那个单词 和星球那个单词 有什么区别 就是后面那个T 要不要加 飞机是什么呀 就是PLANE嘛 对吧 PLAN 飞机不是PLAN吗 PLAN 一个叫PLAN 一个叫PLANT 一个是E 一个结果是E 一个结果是T 对 就这俩我都分不清 就我英文就这种水平 然后写的就巨烂无比 人家一读 我要登下一班植物 下一个 再下一个星球等着你 然后 然后我 然后我最后就 就说嘛 我 我英语 英语是非常poor I hate myself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我 我写对了 你知道吗 然后天天写 然后 我写这个东西 我是后来临时决定的 所以我写完以后 他们都已经下去 到百度车了 然后我上百度车的时候 他远远看着我 他就在那个 进口的巴士上 然后他还看着我笑 因为他对我有印象 然后当我掏出箱 只来给他的时候 他脸色就变 他以为我 可能是推销个什么东西 卖东西 对 然后我就说给你的 然后他就拿去看 看了以后 他就看完以后 就特别激动 然后就很感激 然后就跟我 噼里巴拉说一大堆 完全没听懂 然后我就很勉强的 因为我别叫英文回 但是百度车上挤满了 中国人 你知道吗 就在同胞面前丢人了 就这英语破水平 还滋扬妞 我觉得在同胞面前 你是英雄 你绝对不是 对英雄 绝对不丢人了 就这破英语 都敢滋扬妞 好吧 人家都知道 你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我给你一千万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没太听清楚 他说什么 听清楚了 没听懂 没听懂 反正大致就说 他可能是 那个 他有个妹妹在海南读书 什么 然后我说 你有男朋友 但你有妹妹也行 什么人 什么人 马上就换了 对 但是我 这比双子座不应该这样 那应该这样 有男朋友又如何 我看你 你跟蒙 跟蒙 然后我想 是不是在什么三亚外语女学院 读书之类的 然后反正就开玩笑 然后他就说 他听不懂中国人说话 我说我也听不懂 我们中国人 就是南方人 北方人之间 对 可能口音什么东西 对 确实听不太懂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去泰国之类的 反正就讲了一大堆 我就装了个逼 我特后悔 因为我觉得 我们出了班以后 可以慢慢滋 慢慢滋 他转机的 中间就跑了 我没来得及 要联系方式 我回来一礼拜 你这还是经验 经验不充足 经验不充足 在这我说一下 如果这位美丽的女同学 绝对不会听到这 听到我们这期节目 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 不是 留给我们的后台 不是 应该是留给我们的听众 如果你认识一个外国姑娘 对 然后他男朋友是印度人 对 他一个妹妹在海南的 对 对 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们发过 给我 给我们 俩 我和李夫 你这也得用英文说这句话 人都很听懂 这中国听众 是吧 也有可能认识 万一认识呢 对 我不会说 我们听众会说 对 万一如果我们的听众 就是他那个男朋友 你赶紧把女朋友的 他男朋友 是男朋友 印度人 印度人也可以 我们讲了很多印度故事 是吧 但是大师这个故事 我觉得特别好 非常浪漫 对 因为听众也觉得 不像他干的事 对 像我干的事 都是跟你学的 是吧 就特别像是我这种 我这种这种 这种尺利的人 对 虽然我不敢在舞台上 那摔大刀 但是跟杨牛搭讪 我还是可以的 特别好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想你们用变脚的英语 搭讪的场景 我一定好好学英语 我回头那个 那现在有请我们今天 这个屋里英文最好的人 讲两句 来 用英语说 我跟你说这段话 你用英语怎么说 OK I took a picture of you before I think you look a little bit blue But then after that I realized why Because you leave your boyfrie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coincidence And you met again So I leave this message for you Could you give me your contact That we can talk in the future 大师 回家把节目听十遍 背那段 身背了 刚背 真的 太牛逼了 十二板我真的觉得 十二板你什么时候出国 认识这么长时间 我第一次感觉十二板 真的还挺 闪光了 太牛了 太帅了 我现在说实在的 我说英语和中文的 就是这个时间的占比 基本是一半一半 真的吗 你跟谁说 我的室友 大概在近三年来 我的室友 没有一个中国人 所以就是 基本是回家以后 就是英文的状态 这个环境好 对对 就绝对比我在英国 练英语要练的口语 要是时间长的 哪个女的室友 女的 都是女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她为什么要跟你当室友 不是 就对 就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因为外国人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就是 没什么不行的 换室友 英语好 不是 他就是外国人 在国内有些 他待不了太久 有些 有时候 他待一两年的 学完一个学完习 可能就回去了 所以其实老外 虽然人口少 但在北京 他们的住房的需求的 这个机会可能更多 而我一 就一跟外国室友住以后 他们走的时候 他们就会联系 他们的社交圈 又全是外国人 所以就不断了 有这样的机会 对 现在我 其实我有个室友 特别牛逼 一个波士顿的姑娘 长得也很漂亮 然后比我大概高半头 是波士顿人 还是在波士顿人 在波士顿上大学 波士顿人 波大 波大 哎呦 哎呦 脏东西 绕了多少个弯 都要说这 哎呦 而且在波士顿打球 而且他最近在干一个 我觉得特别牛逼的事 就是他在翻译 就是写三体的那个刘思欣 他在翻译这个人的别的一些 著作 而且不是作为粉丝的翻 是因为他中文非常好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外国的出版商 找到他说 你能不能帮我们翻 翻完一个文章 觉得特别满意 然后就翻另外的文章 就他看 他现在翻的这几篇文章 大概是我 就是我高中时候 看刘自欣的记忆 我说我太牛逼了 然后他说 你是第一个觉得 这事牛逼的 我给家里人说 他们都没有感觉 我说他们不知道 刘自欣在中国科幻界 什么地位 尤其是今年吧 得的那个余果奖 去年 15年 今年是那个北京折叠吗 对 北京折叠 今年已经2017年了 16年是北京折叠 15年是三年 前年 经常会忘 每次刚刚过年那头一个月 可不吗 一直说错 回头你填什么单子上面 肯定一提笔就2016 对 还没有板过来 但是老板 我觉得是吧 这么多年我带你不博呀 你这么多洋妞的事 完全没提 我第一次知道 不能老给你当翻译吧 你在这 我用你当翻译呀 对 来一段 body language是吧 body language 对呀 不用不着 我会比划呀 你只能负责 把这个局传起来 然后你就有事先走 不就完了吗 谢谢 你这真是 老板 我下次给你这场机会 你千万别掉链子 没问题 不就是刘思新吗 马上回去看你 对 球星闪电 手 差不多 差哪些了 他中文我就觉得是 真的非常不错 他发朋友圈都是这样 circle thunder 对 他发朋友圈就是这么说 他说今天月亮很圆 我吃着冷面 看着月亮是何等 何等愉快的夜晚 中文是什么 中文 中文发的朋友圈 真不错 不是 微信推过来 推过来 你就说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什么呢 球星闪电 球星是指外形 闪电是指那个 特别快 闪电是指速度 闪电侠 太脏了 你们不要这样 我还要注重这个 木林友好关系呢 我还跟人合租呢 走了我这房线 去给谁交去 我说 我说 都是一家人 老板老板 说说你的 这个2016年 2016年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感慨 就是上期节目 也聊了一些事 说实在的 包括做专场也好 得这个冠军也好 对我来说 真的 对我来 就是对别人来说 就是我写简历 我得这么写 但对我来说 这俩不是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是拿出去 对外人说 两场演出 我一年现在演 我大概粗算了150多场 基本上每两天就演一场 所以就是一场演出 我差点 差点 前天 大几年 还跟你同台了呢 因为30号是青火的演出 29号周四晚上 就是六九咖啡的小展 突然给我发一微信 说 石老板 这周四晚上收头口笑 你也来吧 你也来一段吧 我说我说什么呀 他说没事 你来了就知道 你来喊麦呀 你来喊麦 你周五就不会错了 让帕格拉拉群里了 说那个欢迎李叔 他穿周四也一起来脱口笑 我没答应 我没答应 小张老师经常干这样 最后也没去 幸亏没去 连三观众 李叔去了就四个 所以真的很感慨 真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 实际上是年末发生的两件 第一件事 是跟我一个很好的 就是演 单口喜剧的一个拍档 叫周期末 他 对对对 经常看到我们两个人 双拼的演出 那天也有他 那天也有他 差点跟他也同台了 对对对 一席 一席上我看过他 一席他看过他 他是最比我 他是最早上一席的 就是有了他上一席 才有了我上一席 这样的机会 周期末 演得非常好 然后他一直喜欢 他跟我一样 就喜欢现场表演 今年的下半年 决定也不干了辞职了 然后来跟我一块 我们两个搭班 一块做单口喜剧 我就突然觉得 好啊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有了一个同志 两个人一起传局 这个感觉 笑了又笑了 同志 一块一块传局 就是感觉不止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 性格上的缺陷 就是说 我喜欢把自己 置于一个孤立的位置 让大家觉得 你们都是傻逼 就我一个人 在趟这条路 我看你也这么想 对 好像所有的傻逼 都这么想 就是其实 人家也没有那么的 孤立你 但是你就这么觉得 但是我后来 就包括他的种种事件 就觉得这个艺术 本身的感召的魅力 是足以支撑 这样一批人 不光是我一个 把这个事情支持下去 所以说 他的这个决定 实际上是对我 对大的提振的作用 我们今年年末 也做了一个 很好的决定 就是说 我不管怎么样 我们俩要成立一个公司 不管赚钱不赚钱 我们要成立公司 我们要正规化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所以就是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其实对我的影响更大 就是我在 今年到年底 已经我辞职一年半 一直瞒着家里没说 今年年底的时候 终于 你这比出柜很难 感觉 我跟你说 这个过程跟出柜 完全一样 是吧 对 一年半也太长了吧 对 就一年半 我最终决定跟家里说 是为什么呢 是家里打算 就是年底去出国玩 但出国玩 就得办签证 加拿大 去加拿大 加拿大要求是 你要么提供工作证明 要么提供银行流水 我这两个全都没有 所以这事 就是所有人都在办签证 我办不下来 这事我必须给他们解释 所以就正好 我爸那两天在广州 我正好去广州演出 我就当面 我就请我爸吃饭 我们两个人 那感觉跟出柜完全一样 就吃着东西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怎么说这个事 你应该先说 我出柜了 然后 对 然后他 你爸筷子都下掉了的时候 你说其实我没有 我只是 一个嘴巴打上来 我说只是辞职 我爸说 说你辞职是为哪个男人 然后呢 不得不出柜 然后就 其实当时的 我爸的反应 哎呀 我现在心想很难受 他说第一 你辞职这么长时间 你没给家人说 我现在 我觉得我 我觉得很难信任你 这个确实 对 然后 这第一 第二 你干这个事 真的 他当时跟我说 就是边哭边说 你干这个事 我觉得真的没有前途 演员是个什么行业 这是一个 赢家通吃的行业 是一个艺人之下 就是一降工程万古哭 一降工程万古哭的 这么一个行业 你做这事太辛苦了 我们 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 就是为了不让你 再受这份 对 送你出国上大学 对 送我出国上大学 送我去 很好的金融公司上班 然后 这么好 非常体面的工作 然后 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真的不理解 这是他当时给我一个 很大的反应 但是 我其实有心理预期吧 之前我也就是 也做了 给自己做了很多自我建设 就是很理解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我说 他说你做 他就 你最大的说 你做这个事 你不可能成功的 我说 那请问你 对成功是什么样的 界定 定义 定义是什么 我赚多少钱 我有多少名 我觉得你 如果打心眼里 你不支持我这个事 我就永远成功不了 对 我就突然觉得 我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 包括粉丝 包括身边朋友 他们对我的支持 都抵不上我家人 对我的支持 我就觉得 你们要觉得我成功 我此刻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 我爸当时真的情绪很激动 也说了很多 就如果我没有做这样的 心理建设的话 肯定觉得 就说的已经 就是很严重了 就是很难听了 这种话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 不是完全那么想 他就那个感情 积累到那了 我爸这段时间 那个身体也不太好 然后我就反复跟他讲 跟他聊 然后就 其实就过了 短短一周的时间 我们当时见面 他很激动 我回北京之后 我又跟他聊 再打电话的时候 他口气就已经软很多了 他就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你左右这样的决定 我还是希望你过 你自己愿意过的生活 因为我想 我一直想在北京 找一个场地 就长期固定的做演出 找场地 你就面临一大笔的投资 收了我爸 我爸说 第三次 我说的时候 就说 你实在是 要找 要有好合适的场地 这钱我们给你出 就这短短一周的时间 所以我就突然觉得 我就一下释怀了 我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就是我感觉 我以前所做的 所有的努力 就是我这辈子 之前做的很多的努力 实际上都是在给我的父母看 我想让他们证明 给他们证明我成功 但是我走了一条 不太正确的路 就是我开始变得叛逆 还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 就是我觉得 我无论做什么 你们都不满意 那我就不听你们的意见了 但是我心里是特别希望 他们能够支持的 所以当我父亲 真的他最后很支持我 当他放下了这么多心里的 包袱和不理解以外 以后他这么支持我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说这个力量 真的能坚持我 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所以这也是翻过头来看 这一年我最大的一个感谢 其实还是感谢家庭 给我这么大的支持 那我觉得你还真的还是挺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因为你刚说到 你跟你爸的那个 父子对话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说 他问你说 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不跟家里说 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所有的反应 就是在证明 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说 就是他的那种愤怒 他的那种逼问 那种东西 如果我是你的话 因为我 你比较 对 因为我 比较浑 对 我比较浑 我是暴脾气 但是我的话 肯定就是直接怼 炸了 我肯定炸了 对 就是说 对啊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一直不跟你们说的原因 就是说 你觉得我不可信任的前提是 我不相信你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我觉得无论是石老板 他自己跟他父亲的这种交流方式 还是说家庭本身 对他的这种 这种 说白了 就还是爱吧 我觉得能够在短短一周之内 把这个弯转过来 我觉得真的是挺佩服他们家里人 对 这个弯我觉得转的真的有可能不比出柜要容易多少 但是我 就是石老板刚才说的那个事情让我想起一朋友 就是他是 他家里条件其实非常好 他是南京的一官二代 然后但是他很喜欢电影 然后他就想来北京 就是做电影公司当导演什么的 然后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父母也是剧烈的反对 他妈在他面前哭 就差下跪了 就是说你回到南京 然后给你安排好你 对 你的一个好的职位 然后怎么样 你这一生可能可以过得很顺的 其实 对 趁我们还在位子上之类的 能帮到你 然后他也是很决绝的说 不行我就是要干这件事情 对 但是很快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走之前 他爸爸跟他聊了 就是一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他就说 Math Talk 他就说 其实就是 为什么给你这么大阻碍 我就是要看看你的决心 如果你连我们这一关都过不了 那么你一定会失败的 对 我真的觉得这个特别对 就是我就这么长时间 遇到了这么多阻碍 都没有那一刻觉得我的困难更大 对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远离父母 其实我离开家里边 已经十几年了 已经我是06年上的大学 你大学在哪上来的 在北京上的 北京上的 对对对 等于已经十年了 经济其实独立了 然后人脉关系已经独立 但是我们那心中好像 就是我脑盼总是在回 回想起我父母跟我说的话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走出来 我自己就心里想 我经常会回想起我们家那个房子 就我住那屋 我经常在家里边 就是父母周末不在家 我就自己在家里面打转 现在我到现在 我经常会回忆起 我在那个家里边打转 有自己跟那玩 看电视 玩电脑那种场景 画面 我就后来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心理建设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 有没有科学依据 我就自己再闭上眼睛 回忆起我家里这个场景 回忆的很细 我的房子怎么样 我就回忆 我就塑造我自己在那个屋子里边 把裤子穿好 把鞋穿好 把衣服穿好 然后打开那扇门 走了出去 一节一节的 从七楼下到一楼 走出那个房间 我把整个这个过程 从脑子里边过了一遍 演了一遍 我觉得我这一刻 我才真正的迈出去那个门 我插一句 因为其实像父母 就是和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每个家其实情况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有的 不太一样 是比较传统的 中国式的这种家长 对 我说 我也插你一句 CMJ 他们家本身 因为我还比较了解 本身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但是幸运性外 他是老二 对 所以他哥把他们家里 就需要这个 一个 传统的部分 需要一个儿子 对 就是去做的事情都给做了 对 所以这个 这就是我的一个本钱 虽然我家也 就是不是什么官方二代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 包括给你们俩起名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 怎么想呢 你想想 就是你哥 你哥跟我跟我一年的差不多 对 然后呢 就是 真像我跟先生们开玩笑 我说你这姓是不错 姓龚啊 我说我要是你爹 给你起名字叫龚名 还说我哥就叫龚名 不是 但是名不是 不是那个名气的名字 就是就是我那个名 黎之名的名 对 然后结果给自己的小 小儿子起名叫龚顶 这么怪的一个名字 就就是 结果 结果大儿子就是做了所有 作为一个长子该做的事 然后 老二就干了一个这么 干了所有自己想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 他真的挺幸运的 但你实在顶不住的时候 得一次心肌炎 他们什么预期都没有了 只要活着就想 遥控心肌炎 我手里有一按钮 哇塞 没有了我接着说 你说 因为那个 其实中国大部分家长 他都是那种家长式教育 然后他喜欢帮你去安排你的生活的脉络 我觉得所有很多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恶劣也好 是因为可能大家沟通不够顺畅 大家没有那种 没法沟通 有很多事是没法沟通 但是当你遇到真的特别难的事的时候 你回家吧 回家看看 回家感受一下 你就能可能会转变你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很多时候沟通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一个契机 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 对吧 我是希望所有听到节目的听众都有机会 跟家里建了一种小伙伴老师说的这种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一言一辟之 因为中国这么大 就是咱们整天看社会新闻 就是真的是完全不爱自己子女的数目也是有的 那那毕竟少数 那也是有的 对 我希望大家运气没那么差 对 但是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路吧 对 对吧 就比如说如果哪天我出柜了 我爸妈就是不接受 给我打出家门 那我也得出 你追求真爱啊 对 我支持你 对吧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真的我支持你 对 没问题 那个 男是哥吧 男是哥吧 对 刚才那个小伙伴老师推荐了一首 我特别不想放的歌 对 一首一听歌名就特别的 不是 一听那个乐队名就觉得特别甜美的歌曲 对 其实这个是来自棉花堂 棉花堂这个其实不算乐队了 算是一个组合 他们一首歌叫做回不去的旅人 然后棉花堂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 而且其实我跟他们也算认识吧 也是也算是朋友 他们现在已经解散了 那这首歌是收录于他们的专辑 叫做再见王子里面的最后一首歌 我特别喜欢 先放歌吧 回头我再给大家讲这首歌的故事 好 我要时间乘自己的重量 然后输落自己的肤浅与狂妄 谁用重量度自己的时间 然后终于完美的表演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迷失了在寻找清亮的路程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回不去的旅人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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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庆祝自己的冷血和愚蠢 已经变成了旅人 已经变成了我讨厌的人 已经变成了我讨厌的人 然后说好不会变得冷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我只是回不去的旅人 回不去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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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对 这表达的是非常类似的情感 对 然后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开头的这两句歌词 叫做我用时间称自己的重量 然后数了自己的肤浅与狂妄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代入 我会觉得他唱的跟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看法觉得很像 你知道自己肤浅与狂妄 对 我是觉得真的是 然后我先讲讲我2011年的这些事 然后回头咱们再回到这首歌里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 其实我2011年大家听过节目的朋友 包括听过之前的节目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 其实今年是一个充满变化的一年 辞掉了工作在8月份的时候 然后那份工作也是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就是到2016年一直做的一份工作 做了12年 然后工作变了辞掉了 然后我们和李叔一起 从那里面出来 我们重新做了这三个节目 对 有时候我会说小伙子老师 你这不行啊 你这个人生经历不够丰富 对 就这样我一份工作 对 不像我那天 那天我当时我不是去七八桌面试吗 然后人家说 你开场先自我介绍 我叫李志明 然后呢我 我这个体验主义者 我干过很多份工作 这个很多不行 你要具象化一下 对 一定有个数 显得你是真的多 对 然后我真数了一下 17份工作 我现在干的事 就是不放电台啊 我现在上班的时候 第17份工作 太厉害了 然后你是一份 我就一份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故事会比较多 对 因为干的事多 就谁说我们双子座花心啊 对 天蝎座还是真花心是吧 双子座只是懒而已 懒得换工作 把所有事都搞砸是吧 搞砸的方法就是不干是吧 拖着把事情拖黄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就是 因为当时其实这个话之前在节目里很多都说过了 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付出很多勇气 然后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然后改变了自己整个的生活的状态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儿 我当时在辞职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它之后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现在回头来看 因为正好我们刚刚播了我们12月30号这场演出 然后也从我们日常公园9月26号上线 然后到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经历过的所有的这些事儿 不单单是录节目可能节目以外的很多很多事情 我发现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辞教工作是一个契机吧 我觉得没有这个决定 很多之后的事情是不会来的 你如果还在那个时候去做那样一会工作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投入到我现在这份事业里面来 然后后来我们的节目也很快的三年底的时候 在苹果也拿到了年度精选 但这个东西就跟石老板说的 跟那个事儿比较就他打那个投入冠军一样 我觉得绝大部分时候可能我们对外说的 可能说我们上线两个月都得到了苹果什么什么奖 感觉挺拔份的 包括我最近请业嘉宾的时候 哪得说事儿 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我觉得 这就是应该的 说白了我觉得我们做的够好 可以这么说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跟李叔在 其实我们不想有时候不想说我们在做节目之外 付出多少努力 我觉得因为努力这种东西是很正常的 你每做一件事情 你付出努力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什么做事情还要努力 哪儿都有你 我以为做事情只要想一想就行了 就像那个什么 就有一句话叫什么类的 我当我早上起来收到了一条微信 我打开看了一眼 然后把它关掉了 我以为我毁了你 但是好像我没毁 但是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毁你了 是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就是我 就是他就是 多了一种就看了微信就以为不行回过的病 已经回过了的病是吧 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想做成一件事情 只要一拍脑门 然后然后你有身份证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做成 开房 有身份证就可以给 但是还需要一些钱了 对 然后现在想起来真的是 就是付出这些东西 现在得到这些回报 我是觉得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 现在给我的回报 我很满意 我很愿意见到现在这个画面 而且我其实挺 是给了我很多我意料以外的东西 包括我们 来了这么多嘉宾和大家有那么好的关系 然后之后我们去音乐节去做采访 然后我和我原来的就是音乐圈的很多朋友 又重新建立起联系 然后我自己也以一种所谓的业内人的身份 然后跟大家说 原来人家一说说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说现在在国际上班 人家说也挺好 也挺好 也还行 这也挺好 就好像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 对 就觉得说你人挺好的 对 你大爷 就是没话说了 对 也挺好 但是现在一说那个做什么呢 我说在做电台做媒体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真不错 或者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其实在我辞职之后在做电台 他们是真心的给我送出了 就是我感受到 送出了现金 我感受到了 对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欢乐 我觉得这点让我其实是挺 就怎么说 让我觉得特别的有一种支持感吧 是 他们有收入你没收入 我看人家高兴 那是 看他傻逼做死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在 我做这个电台之后 他们都说说 你终于迈出这一步了 你终于做了这个事了 我觉得你早就应该干 你早就干这个 对 然后你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真的特别提你高兴 然后说你 你那么有能力是吧 长得又帅是吧 对 对 没有后面是我自己说的 对 你就应该去贡献更多的力量给大家 你应该去把你的才华 就是用在你该用的地方 把你这个打嘴炮的才华 对 完全就是 就连我妈都说 你就是一张嘴 一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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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然后回家我跟我妈说 你说 我说您说对了 我就是一个靠嘴的 我现在就靠嘴 每天就在这说 然后我妈也是我们的听众 然后她也订阅了 她也订阅了我们的公众号 你这不是说 我把她踢了 然后她又回来了 我把她踢出去 然后我妈说 你给我嫁回去 我是你的迷妈 我要看你们的推送 对 她关注的是结婚还是 都有 都关注 然后她经常给我打电话 她说 听说你最近干嘛干嘛去了 我说你怎么着 你推送也都有 对 然后我其实真不想让她看 对 回头我还得把她踢了 没有 开玩笑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可能做这些事 可能真的做对了 可能真的 我现在挺开心的 就是李叔可能经常说 我经常消失 我当时有时候会消失了 就是也是在忙工作了 有时候在忙工作 也是气壮 对 还是在忙工作 对 在踢足球 为了工作 断断身体 很久没踢球 很久没 就这天你出去踢去 不敢 而且你还你记得吧 上次踢了一下 一下脚都受伤了 对吧真的是 活该 冷血无形 你虐待我吧 就是 所以我为什么要放这首 回不去的旅人 这首歌咱们慢慢说 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 不能给自己太多的退路 你既然想好了一件事以后 就不要再想说 万一我做不成怎么办 你我 以我的性格 我会继续想说 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就要做成吧 我就要 之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做决定了 我就往前走 对 我如果老想的说 做不成我可以回去 还有一些退路 还可以回去搬砖的话 对了这个事可能 你真的就干不上 你连自己的决心 都没有下出来 对 所以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 我觉得就是 我们都是回不去的旅人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 所有的这些路 只要你选定了以后 你觉得你可能能回得去 就算你再回去 跟原来也不一样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想用 那个沐昕老师的一句 一句诗歌 来抒发一下我的情感 他说 他说所谓无底深渊 下去也是浅诚万里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绝望 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前途渺茫 我不知道会不会能做好 但是 谁又知道一定能行 还是一定不行呢 就反正自己有勇气 迈出这一步做这决定 就就往前走吧 管那么多干嘛 所以现在回头看起来 到了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一切给我的回馈 都超出我的预期 然后我就很幸运 然后有这么多特别好的朋友 能够在一起 2016年我觉得我过得特别快乐 我觉得特别我特别开心 对 我相信2017年一定也会特别好 对 因为我是很主观的人 我说好就好 对 我觉得我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因为 其实类似的话 之前小伙子在 录节目的跟私下的时候很多次 觉得今年特别开心 然后 你发现没有 你录节目的时候 你的一个 就算 有点可兜禅了 就是今天特别开心 今天特别开心 刚开始的时候 听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像一些客套话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嘉宾 你跟人家说今天没开心 对 我就会想说你有那么开心吗 对 包括你说 今年觉得做的这样一个决定之后 觉得多么的顺风顺水 然后 对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看问题比较容易去本能的 从负面角度去看一看的人 我觉得说 有那么顺吗 也还行吧 你说顺也顺 但你说 多满意 我们对我们自己做的事 我觉得 我自己没有很满意了 对 因为 比如说像苹果给我们这样一个一个荣誉 我觉得是赢得的 但是你让我自己给我们自己打分 我往高楼打75分 对 我觉得我打65到75之间 我指的就是节目的部分吧 对 我不是很满意 对 所以 对 但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理解 就是在于说 毕竟你过去十几年都在做同一件事 对 这个 我能够想象你这种萧生克的旧熟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什么 什么大地道什么 对 浪德西鸣 浪德西鸣的大城堡 还不如有挖力 对对对 浪德西鸣的大城堡 还不是被我挖个地道 走 对 就这种感觉 对浪德西鸣大城堡 还不如挖个地道 对 我觉得你其实是有点越狱的那种 那种狂喜 有一种非常就是释放 释放本性的感觉吧 因为原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自己其实说实话是不喜欢的 但是你出于职业的考虑 你要对你做的事情负责 你必须要把这个事做到至少你自己满意吧 那你就不能说就不好好干 但是你在干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矛盾的 你是不喜欢这个 但是又要把它做好 所以这个是很其实挺痛苦的过程 我能感觉到你的状态 你现在也是这样 没有没有 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现在特别开心 能力低 只是能力低下而已 能力低下而已 能力低下而已 对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其实时间也挺长的了 我觉得我倒可以少说两句 因为 2016年对我来讲我觉得 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 真是在喜剧之王里边的那个 面朝大海 努力 努力 奋斗 不是四个字吗 两个词 两个词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决定 Decision 真棒 The year of decision 决定之年 我觉得真的是 对 就是我跟你不一样 因为对我来讲 做决定那个事 就是非常高密度发生的行为 对 我工作14年换了17份工作 对 就是 你说我求你了 这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那我现在就想 尽快提高你的能力 我努力 我努力 我是觉得说 但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 之前虽然有过很多这种 决定也好 或者是一些生活症的变化也好 咱就说工作 咱不说别的 很多时候 我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的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是一个有点 其实我觉得 不是选择恐惧症 其实是 一方面是因为懒惰 一方面是因为软弱 对 你懒得想 软弱是 你不敢 我觉得软弱是人类的本能 对 就趋利避害 对 对 或者他去的是短期的力 对 然后 最后 他最后 可能他拿到的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风险 帮我拿一个 谢谢 最后一个给我了 哈尔滨啤酒 好酒 怎么样 这直播还行吗 真行 人家不但没给咱们钱 咱们自己花钱买 我就感觉好伤心 对 哈尔滨啤酒的 来来泡一个 泡一个 泡一个 谢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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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今年我觉得 几个重要的决定吧 包括 之前做那个Pogo 嗯 然后 从13年做了16年 嗯 对 其实到今天我觉得我 我敢说 甚至我敢在节目里说 嗯 Pogo这个事情对我来讲的话 我是花了三年时间做了一个 其实我 最后我发现我没有那么擅长的事情 对 其实在整个做的过程中是会有很多的无力感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特别强 特别大的一个压力 嗯 对 对 Pogo的结束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过程 啊 的确是从这个工层面上会有一些 呃 考量吧 那对我来讲的话 最难过的可能也就是呃 最开始 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到今年三四月份 那段时间是 真的是挺痛苦的 有点好在后来就出去玩了嘛 去了趟台湾去趟日本 然后 正好是五月跟六月 这两个这两个月玩下来 还真的是在这个旅途之中 就把很多积蓄的这种压力一下就 释放出来了 这个东西所以好多人都说哎呀我我工作的很累了 我要出去旅行什么的 呃 好像说的特别的矫情啊 我的实际经验就是 还是还是 没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一玩一开心可能就很多 很多过去的压力就就没有了 但是你在那个 就所谓旅行的过程中 你在旅行之前你这个事已经结束了吗 呃 结束了结束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呃 旅行能够解除你的压力 但是真的需要你如果说我先举个例子 嗯 你那些事还没有结束 你出去旅行 其实给你更多的也是也是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你说的你说的非常对 对对的非常对 当时其实是帮助我把从那个那个那个情绪 就是他能帮助你把之前的那个情绪解除 解除出来 但是他不能把你当前的情绪 对对 然后那 那两个旅行回来之后 那就是七月份 七月份两个重要的决定 一个是离开之前的桌子电台 一个是去深圳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的坚定的 做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决定 而且都有充分的理由 然后是可以收复自己 可身边任何一个人的 那么这两个东西 我对这两个决定的这种 这种笃定吧 是我过去的生活里边 我觉得比较少见的 以前经常是觉得很犹豫 说哎呀 就这么着吧 甚至包括一些感情生活 有时候也是随波逐流 就觉得说哎呀 好像就这样吧 那种感觉 但这次这两个决定 真的是做决定的时候 那感觉就是说 有点像石老板就那种 就是有点就是 自我孤立 或者说我为了捍卫我的这个决定 我可以以可全世界为敌 我觉得你这种笃定是 你之前的那些决定给你带来的 一个累积的结果 就是你经过很多很多事 你明白了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明白了做事情 之后你承担的东西是什么 你而且你觉得 我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事 我要做我觉得正确的选择 所以它会让你变得非常坚定 去做你之后的这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我说过难听的话 其实你之前 不许说 谁让你说难听的话 好吧 那我说一个好听的话 来说 其实特难听 你之所以后来能够那么笃定 是因为你之前做了很多的决定 你做这个决定 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通过这一次一次的这种决定 才能让你变得这么这么笃定 对 所以终于长大了 所以其实前段时间 我跟咱们节目的一个听众 他也是结婚的听众 以前听大内的 他就说 我听你的节目 我能感觉到一个事 就是说 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 是很收紧的 赶紧录节目录 有点累 不放松 我的理解就是 你太想把节目录好了 我说你分析的非常对 对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不能 我不能够忍受接受 允许节目录的不好 就甚至这种 这种 这种 苛刻 就是会变得说 任何一期节目里边的 一句话都不能说的不好 对 就是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 那肯定紧张 肯定会非常紧张 对 我不知道是老板 你自己 脱口秀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你在说的时候 发现 今天就 这句话 没表达好 然后就整个人 就牵入一个比较负面的 我现在 就是直到现在的演出 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至少 比如最近这一两个月 其实我跟小伙子 我们俩努力做了一个工作 其实是帮我去减 减这个压力 对 就是那天 我跟乐乐举的那个 乐乐那天节目 举个例子 对 那节目如果没播的话 对 我就再说一遍 就是腾兰克斯 你知道吧 你们都知道 乐乐不知道 我有个作品叫七龙珠 他作者叫鸟山鸣 然后讲了目前腾兰克斯是谁 腾兰克斯 他被变那个超级萨亚人的 那个1.5段的时候 不是变成大壮了吗 然后肌肉膨胀 为了打沙鲁的第二段 然后后来发现打不着 然后沙鲁说 你变成这个肌肉男之后 的确力量变强了 一拳绝对推死我 但是因为你的力量变得太强了 所以你腹都变慢了 对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就有点像说 我把这个劲儿整个憋足了 然后船头始终是 转得特别紧的一个状态 以至于不够放松 其实是支配自己力量的 能量还没有到位 我先面试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我们 其实每个人总体 本身它是有一个能量值的 你把你很多的能量 用在你的所谓的输出的肌肉上 那你可能你在你的移动方面 就会受影响 你在你的最初的 可能连你的鸡蛋树的设定方面 都会受影响 其实我们俩最近一直在想着说 如何让我们的状态放松下来 对 所以直言不会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来录的 但其实我现在是觉得还挺享受 今天的整个的录音的过程 还行吧 我觉得这节目就70分吧 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男人 没有了 今天如果这么聊的话 因为今天上午 其实我起床睁了眼之后 想了一下 我要不要先剪一期节目出来 万一今天晚上这些节目剪 剥完之后 我觉得不行 我要剪 我这还有一期被剥 后来我决定破釜沉重 我今天就不剪了 今天晚上露什么面就剥什么面 主要我想打一阳尸 对啊 对啊 抽卡是吧 对 SSR 我一个SSR都没有 我太惨了 对啊 我那SR都只有一个 是吗 太惨了 对 老司机带着我呀 有什么 我在B站的那个 那什么区 鬼畜是吗 不是 它分区 就是B站 专门有个区的 B站有个区的 是吗 对对对 叫什么区的 太好了 等一样是怎么可以聊一期 是吧 我忘了 没就疯了 已经 而且我还 不是你 你巫师都能聊 什么一样是不能聊 对 巫师聊出来了吗 没有 我们都是没戏吗 对 巫师赛也可以聊 然后我玩那什么 卢师传说也可以聊 对都可以聊 是吧 对对对 咱们以后变成一张 一张游戏 游戏节目 游戏节目 说的话 想说还没说的 还很多 对对 转着是为了以后说 对吧 我也可以写成歌 对 或者是你来写成歌 写成歌 然后呢 就有点首歌吧 就有点首歌 然后这歌那个 也是也是巧不巧 就是前天 前天听的 就是演出当天 然后呢 当时是我看了那个 宇宙结婚 是你们推的还是 你没推 是这个 我爱摇滚乐 我爱摇滚乐的 对我们一个专访 对以前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纸质的 那个杂志 现在它纸质杂志 已经没有了 对 变成了一个电子杂志 对 然后呢 很有名的一个摇滚杂志 我都买过 是 爱摇 对爱摇嘛 世家庄 很摇滚 然后呢 他们就采访了 一个青年小伙子的 其实是 宇宙结婚家青年小伙子 也采访了刀佛老师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里边 文学队的各种问题 采访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共同的偶像 周华健 每一个人推荐 三首你最喜欢的歌 然后他跟青年 还是刀夫 三个人的 每个人推了三首 然后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三个人的 三个人的 一共九首歌里边 有一首歌 是三个人全推了的 只有一首歌 是三个人全推了的 但这首歌 在我眼里 是一首周华健 非常早期的口水歌 不起眼的 对 就是说 他口水也没那么口水 但你说这歌 有什么 里边有什么内容 也没什么内容 对 就是他火不过花心 如果说你要是 比他的内在的东西 像周华健 他有张冲锋专期 我也去等 里边很多歌 我都很喜欢 寡字专期 你喜欢那个 显得你 是吧 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对 寡字专期都好 咱们三人都选一首歌 叫做你现在还好吗 收录在让我 欢喜让我优里面 对 我就挺意外的 这不就是 那么一首歌吗 然后我就挺意外的 然后那天就是 出于好奇心 随便听一耳朵 然后结果发现 这首歌的 网易云的 所有的录音室版本 全部被下架了 估计下面有 但是我当时也懒得去 下面搜了 结果发现 网易云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邓关县那个版本 对 就是他们一个现场 一个现场版本 一个大串烧 邓关县当时是 周华健 李宗盛 然后罗大佑 还有张正月组合 因为我对 中国县这个组合的 存在的价值是 严重分移的 我觉得 我觉得 它是一个赖务组合 就是一个演唱会组合 那我觉得 就很怪的 真的是很怪的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有一个串烧 串烧的歌曲是 分裂是 思念是一种病 爱人同志 然后爱如潮水 和你现在还好吗 你想想 问题是我看评论里边的 网易云的评论里边 全被骂老大佑 说你唱什么玩意 嘴里含一热茄子 不会唱歌 就别唱 对 我巴不得 你这首歌里边 没有罗大佑的这一对 爱人同志 在那个年代 是一首 是一首什么体谅的歌 不要跟不懂事人 一般见识 对 我就说 在那个时代 这首歌 它整个是跨时代 震龙发执的一个声音 对 这首歌能够出版 是多么牛逼一件事 到现在 你要跟那些爱情歌曲 放在一起 去被大家品评 然后甚至去吐发 我觉得 就不说吧 我觉得这是 他们自己的决定 然后最后说到 周浩健 因为他 你现在还好吗 是串烧的最后一首 等会前面 我被听的时候 其实已经心里 有点很不耐烦了 觉得说 爱人同志之后 又是 我得爱如超水 李东胜版本的 就哪跟哪 然后就不挨着 然后这首 周浩健出来了 就第一句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过着 你想要的生活 其实 我这首歌的情感 没有你们发那么深 我也不知道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你发为什么喜欢 包括他后边的歌词 我觉得说的 也不是我心里想的 那些东西 但是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话 我觉得像是在 像是一个大哥 在问候我 或者是像是一个 可能 20年前的周浩健 在问候今天的我的 那种感觉 对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过着 你想要的生活 然后我 对 我当时就特想回答他 然后就想说 是的 或者说想说 还不够 就是那种感觉 对 就是突然之间 就跟那个 这个 这个华江老师 就就连上了 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 然后李叔 马上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对 说说 哎呀 我听了一下 瞬间泪流满面 对 这真的 我现在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是岁数 可能是 个头大了 心肠软 对 就是 动不动就累了满面 但是真的 就一句话 当时光荡一下就不行了 觉得 我天哪 那种感觉 好吧 好吧 那我们就 这个 一只手 对 而且就听我说的 这个版本 然后呢 那个 但我怎么能把 李东宏跳过去 你可以找一下 你可以找一下 对 我们先听一下 对 我先把这个 这个拉下来 我先从来拉小一点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活着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能为你做到的 是不是你拥有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还是大么苦苦执着 有没有人让你 真诚的快乐 好 那就在这首 你现在还好吗 里面结束这期的节目 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整句吉祥话 万事大吉 好吧 那行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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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人往 寂寞会从未习惯 唯独对你有些想念 想着你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活着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能为你做到的 是不是你拥有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活着你想要的生活 有没有人让你 真诚的快乐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活着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能为你做到的 是不是你拥有 你现在还好吗 是否还是那么苦不执着 有没有人让你 真诚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